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视听双赢的感觉 演唱会好像已经定了有六七套吧 有一些经典的翻唱 大部分都是这个自己的歌 对对对 有音乐剧的桥段就是比较表演心智的 就是在音乐中间穿插一些表演的感觉 当然是唱歌了 对 因为一直喜欢音乐嘛 但是演戏我也觉得蛮过瘾的 演戏真的很辛苦做演员 当时觉得很紧张 然后因为也唱了自己的新歌破晓 然后跟这个I'm Black 李准和天洞一起合唱的那首歌叫Runaway 然后是用韩文演唱的 我觉得这个是双重压力 一方面在这个国外的舞台上 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演唱这个外文歌曲 所以觉得很紧张 但是我彩排的时候 其实大家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就是我一开口唱韩语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还蛮标准的 然后我彩排完之后 他们都说听起来不太像外国人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蛮开心 大家给我的鼓励 所以晚上演出我觉得还是信心满满的 我觉得表演也算蛮精彩吧 我完全不一样 就是私下就很闷 然后可能不太说话 然后但是舞台上 如果你闷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闷 所以我就得不停地跟大家说 然后调整大家气氛 尤其是演战会又没有那个主持人嘛 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要担任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任务 因为之前也主持过节目 对所以看能不能有什么好玩的梗 然后跟大家一起演唱会比较轻松 但是我觉得看节目的时候又很精彩 我觉得这样蛮有感觉的 各位优酷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卫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卫城20124月30号 北京工人体育馆麦味演唱会 然后希望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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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